作词 李宗盛 老婆给我做个戒指 你看今天共同生日的礼物 我看你戴的好不好看 卧槽 而且这戴的很有那种高级感 很高级吗 对 有那种卡迪亚的感觉 真的 真的真的好看 比卡迪亚还高级 这无价 都是你花两个小时磨的 你看个心疼的手 对 因为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会去手工吗 因为我是昨天把他的 把他的一句话放在心里了 我本来是给他买了一部 安分手挤的15的 然后他硬是不要 硬不要 他说你把它退了 他说你给我 我说那你想要什么 他说你只要 你不送也行 他说如果你要送的话 你做一个手工 有新一点的就可以了 他说不要手机 他这个手机 他说他这一部 要用到报废了 他在换新的 我本来是买了手机的 然后我今天退掉了 然后我就过来 反正我下午没什么事情 我就想 就把你昨天那句话 记在心里了 然后你就过来 灌摸 对 我就过来摸戒指 对 其实这种戒指 我会更喜欢点 其实这个戒指跟他手机比的话 我更喜欢一个戒指 珍珠 珍珠 因为戒指是你的心意 因为手机也没必要换 等着换了新手机 我这部手机肯定也会久了久了给我搞不见 或者那样这样的 其实没必要换 没白膜 对啊 没白膜很喜欢 喜欢就好看 新戒指等于亲你 你现在剪视频吗 不打扰你 我今天没有告诉你我来做做什么手工 你有猜到是什么吗 没猜没猜啊 我也你给我跟君说什么都不猜 我打算什么都不知道 太高兴吧 太高兴 你准备做手工我就挺高兴的 对啊 我还给你做两个人一人一个 没有 那我我我当然就是心里其实有答案 我想应该要不就项链 要不就戒指 我本来是想做项链的 但是他说做项链很复杂 要要分好几次过来做 其实梦到过的场景 其实你啊 就刚刚现在我们这样子 对 我就我梦到过我 我带磨戒指 然后在一个 在一个木质的那个长椅上面 然后在那磨戒指 木质长椅上磨戒指 对 磨的是你给我做的戒指 对 我不知道我磨谁的戒指 反正我当时好像梦到过这种场景 梦到我再给别人磨戒指 我真的梦到过这种场景 我给别人磨戒指 人家给你磨戒指 我还以为是我两个一起去做的 原来是分开的 这次的方式我没讲 连情侣都是一起去 我说有效做 你看他们两个对 就啥的 因为你是你喜欢这样的礼物 所以我才去做的 但是我是无所谓 你做过手工的 我是无所谓 你喜欢做我手工的礼物 对吧 是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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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